萨姆带着500万吨的长毛象幼崽返回研究所 在路上他接到了研究所打来的求救电话 有个长得像鸟又像人的不明生物闯进了庭院 这正是阿鲁之前遇到的那个黑色鸟人 另一边 阿鲁一行人为了捕获成年长毛象 来到了长毛象的栖息地利加鲁高原 这里便必是可食用的黑草 阿鲁抓起一把塞进了嘴里 突然小豆狼熬叫一声发出警示 原来是几只捕获等级为27的石头人发现了他们 这本是一种栖息在海洋附近的甲壳类猛兽 为了捕获更多的猎物而向陆地迁徙 阿鲁喊萨尼一起对付石头人 但遭到了萨尼的无情拒绝 原因是石头人长得太丑又没有美容效果 一个石头人对阿鲁发动了攻击 阿鲁轻松躲过 随后使出五连冰拳将石头人打出一个大洞 由于之前在竞技场上受了伤还没完全恢复 阿鲁无法连续使用绝招 这时另一个石头人一脚踩了过来 危急关头斗狼泰力挺身而出 轻松解决战斗将石头人击倒在地 这石头人也太猜了吧 阿鲁也想来帮忙 谁知这个傻白田居然把镇定剂用成了兴奋剂 石头人不但满血复活 而且战斗力瞬间提升了5倍 重新站起来的石头人对着阿鲁一顿猛踩 阿鲁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眼看着傻白田就要被石头人一拳打成肉银 这时一道金光闪过 数十吨的石头人瞬间被弹飞出去 原来是哥哥萨尼出手相救 但很快石头人再次站了起来 他拆下胳膊上的巨石狠狠朝萨尼砸了过去 萨尼非但不躲还面露微笑 突然空中出现一道金色巨网将石块拦截 随后以相同的力道反击到石头人身上 原来萨尼的头发可以蹲练出强刃的喜丝 一根头发就能承重500斤的重量 像这样的头发还有25万根 之前单手举起长毛像正式借助了自己的头发 就在几人以为结束了战斗准备去抓某马像时 之前被打飞的那只石头人又冲了过来 上来就是一脚把阿鲁一行人踢得不见了踪影